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您收听德州中文台戏曲时间 我是王海波 很高兴在五月份又跟你一块分享中国京剧戏曲之美了 五月份应该说是一个母亲月 从这个星期还有下星期 我将播放的戏曲都是跟母亲相关的剧目 回来洛杉矶了 发现呢最不能适应的就是花粉症特别的严重 我是从眼睛到鼻子到喉咙 哎呀哪里都痒 你总感觉这是不是打完三剂以后也确诊了 不然因为他的反应呢 就是我每年的花粉症的反应 其实啊京剧有很多的艺人呢 如果说处在的地方是跟季节有关的 往往呢那一年他都不能唱戏 已故的张学金就说他在北京每年的秋天是不能唱戏的 因为他花粉也特别的严重 那么今天我因为不唱戏了 我就在想我现在是个花粉体质 如果我现在要上台怎么办 唱的唱的还来个哈丘 也不能剪接 现场观众还得吓一跳 但是好像在京剧舞台上看不到这种情况哈 时间过得好快 因为去年的母亲节我呢得知了妈妈的身体不好 而美国的疫情呢在五月份的时候正好有点缓和 所以呢我就赶紧趁着飞机上没什么人就坐飞机回台湾 陪妈妈过了母亲节还有妈妈的生日 因为正好在十天之内 尽孝道这是我们每一个做子女都必须做的 为什么因为自己积一点后福 可是今年呢说的好像我挺不孝顺的哈跑回来了 因为妈妈的身体渐渐的好了 所以呢借这个时候赶紧回来自己的家 看一看半点事我发现哈在陪母亲的这小一年呢 诶学到了一点这个健康饮食 当然哈这是特殊情况因为妈妈有一点失智 所以呢我们每天帮她做的东西呢 因为她已经不能带假牙了 所以我们都是用那个破壁机 就是那种blender是很强行的哈 就是好像有的地方一卖呢 就是台湾就是一万以上 这边呢就是三百块以上 你如果买个三十块的那个果汁机是不行的哈 然后呢就可以把把鸡肉 把牛肉 把猪肉 当然不能有骨头哈都得剥掉 全部打成泥 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一个主食或者是鱼哈 每一个主食我们在打成泥的同时呢 我们会加青花菜跟红萝卜放在一起 如果是你我每天这样吃 你会腻尾 你会觉得开始对这个东西排斥 因为每天吃吃烦了 但是对于一个失智的老人来说呢 你说吃饭喽 他就看到了 他不会看到菜里面说 怎么又是这个 因为他没有上一顿的印象 吃了什么 他不知道 所以你跟他讲今天是牛肉跟红萝卜耶 他好高兴啊 下一顿呢 你又说今天是红萝卜跟牛肉耶 他又很高兴 你自己有时候看的觉得好像好损呢 可是哈 对于一个失智的母亲来讲 他看到的 听到的 有牛肉 有红萝卜 是非常好吃的一顿 可是你知道吗 妈妈本来是有老花眼的 现在啊 他看电视 他会对着电视上的字幕念那个字 然后呢 每一次 我去看完一场演出 我都会拿一个节目单 回来之后呢 我就会给他 那给他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 金剧的节目单里面色彩缤纷 演员们穿的戏服 对不对 色彩很多 是让他看的稍微有一点色彩的东西 可是呢 他会去看那个字 他会去读那个字 我说你看得见啊 他很讶异 为什么看不见 原来 真的 每天吃红萝卜 母亲的眼睛跟小白兔一样的明亮 所以他不需要再戴老花眼镜了 还有呢 母亲因为从大陆来台的时候 她是读过书的 所以呢 她都认识字 有的时候我就会拿一张纸给她 哎 你看到什么 你写一下 所以我们总会认为 一个已经痴呆 或者卧床的老人 他可能就是在那里等 你呢 也是很志士的 就是一个尽孝 不 你可以每天给他玩一点新花样 家里面有一个不怎么音准的一个小钢琴 有的是我们拿给他 你来弹一首歌好不好 他就弹了 他弹的什么 咱不知道 但是呢 做女儿的我 一看他弹了 我就随着那个音 假装在唱一首歌 你看到他灿烂的笑容 虽然满口无牙 但是呢 我突然觉得 这很像一对 有点疯的母女 可是 这就是亲子关系 母亲节 这个时候 五月份了 也是我们中国 也是我们全人类的母亲月 该做点啥 你是不是 马上有感觉了呢 今天我在节目中 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戏曲啊 都不再是那种 老太隆忠 白发苍苍 或者是 驮着被 锣锅着的老妇 好像在那里种菜 在那里乞讨 也就是说 京剧舞台上的 母亲 好像都是老人 不 有很多 不是老人的 母亲 所以今天我要介绍的 让我们年轻化 年轻起来的母亲 首先为你介绍的第一个 哎呀 也是一个 让人热泪盈眶的母亲 那就是 秦香莲 秦香莲 她的夫君 陈世美 苦毒寒窗十载 终于要进京赶考了 秦香莲送走了丈夫 在家乡 闹干旱了 双手埋葬了公婆 一双儿女 过得实在是凄苦 秦香莲就说 我赌上一把 带着孩子徒步 走到京城 去寻夫吧 以为 这会是一个 happy ending 喜剧之路 没想到 这就是一台故事 所以呢 秦香莲 带着一双儿女 进到京之后 发现到丈夫 已经坐了当朝驸马 这个母亲 有多么的伤心 那么我们算一算 这个时候的秦香莲 她的一双儿女 金歌东妹 大概也就是 七岁八岁 所以呢 秦香莲 以那个年代 早婚的话 她其实 才二十来岁 却要开始 活寡了 对她来讲 是心有不甘的 所以呢 就一撞 告到了开封府 这 就是故事的开始 所以秦香莲 这一个母亲 她撒下来的 不是一个散文 不是一个短篇小说 而是一个 长篇小说 我相信 听众朋友 对这个戏 都非常的熟知 这回呢 我要来介绍的 在母亲乐里 我们来欣赏 天津青年金剧院的 国家一级弹角 赵秀军演唱的这一段 在故事的剧情当中 走上结尾的时候 秦香莲唱的这一段 香莲下糖 泪不甘 绝对让观众 洒下热泪 请听赵秀军的演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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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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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血 我 永远方向是心 我是国王 国向 国王 了解了 我不负乎于家 去谁而过 我叫叫叫你 少 少人 未来 下下他把我拥 他把我拨放箱头要牵 本堂到前面 他拖 我看你 在你一趟 你一步 在你一趟 你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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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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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收听 在母亲节的前夕 为你介绍的金剧 剧中伟大的母亲 她们所做的一些事迹 五月份是伟大的母亲月 所以呢 节目中要不时的 跟我们收音机旁的所有听众朋友 都说一声母亲节快乐 这个节日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的 全世界的人都在过母亲节 而常常会有人觉得 不公平为什么母亲比父亲来的伟大 母亲可能是因为他十月怀胎 生下了孩子 这就已经证明了他的伟大 当然 现在的年轻人 不是人人都要做母亲 可是啊 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母爱的心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几乎都在养宠物 所以你发现他们在对宠物的那份爱 除了宠物不是他们生的 可是呢 他们为宠物付出的爱 如果你在旁边看的 你绝对会嫉妒的 老妈我把你这么辛苦的养大 你现在弄只宠物 比我还要来的受宠的多 不过啊 不管你是养孩子 你是养宠物 只要你愿意付出 我觉得这都是有母性的爱 因为这一阶段 要播放的戏很长 所以我就直接切入我要介绍的剧情中 因为我说今天的母亲节播放的戏曲都不是那种老太隆中 白发苍苍 然后在精致的舞台上都是老蛋扮演的妈妈 而今天我介绍的都是由轻衣扮演的妈妈 接下来这个戏你可能都想到了 那就是三娘教子 话说薛园外出外去去经商了 赚了钱呢就托有人带回来 结果呢有人就见财其意了 这个时候呢园外家中的大老婆二老婆想说 哎呀家穷了 园外死在外乡了 所以呢咱在这待着干嘛呢 后两个都相继去改嫁了 这个时候呢薛园外的三房 也就是王春娥 从一而终留在家里 可是他并没有生孩子啊 那么家中呢二老婆生的孩子 这母亲也太伟大了 他连孩子都不要了就跑了 所以三房王春娥就接收了二房 留逝留下的孩子 把薛乙哥抚养长大 当然这就是有故事的 因为孩子不是亲生的 在教育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摩擦 当三娘觉得薛乙哥不听话的时候 或者是下学回来不读书的时候 一生气就动手打了孩子 孩子居然突然冒出一句 你不是我妈你凭什么打我 完蛋了 家里面起了争执了 那个屋内的空气瞬间变得雾浊了 所以呢 这个故事很感人 因为王春娥就把那个织布机的织布 用剪刀哗的给剪断了 所以这个戏也叫做机房训 也就是王春娥在他每天在织布的机房里面 训训了这个孩子 当然这个当中有一个润滑剂 调节剂就是家中的老仆 他也没跑掉 老薛宝从中将这不是亲生的一对母子 再撮合 从此家里面 和乐融融 这是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二段 伟大的母亲王春娥 谁唱的呢 为你介绍的 这是张派最佳传人 薛亚平演唱的三娘教子选段 很长的一段 一起来欣赏 也再一次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我是王海波 下周见 我才不想 想起山河 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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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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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